大年初三 假期已经过了一半 太阳公公露脸 不少民众是抓紧时间 带着小朋友出游 来看到的是云林建湖山的游乐园 一早售票口就大排长龙 门口你看看这个财神迎接民众 还跳起时下最流行的柯木三 大年初三 太阳公公露脸 云林建湖山售票口一早就满满人潮 财神爷大跳柯木三迎接游客 一旁小朋友也不缺场 跟着热舞场面超嗨 初一到初五 早上九点钟 建湖山还有限定活动财神送幸福 送出幸福前幕 让游客幸福龙来 一路上都很顺畅 就是车比较低一点 真的 这么好 那刚刚你们有排队领红包吗 有 进到游乐园里头摩天轮前还有十大惊险特技 高空极限飞轮博命演出 民众围在护栏旁边一边打拍子 一边忍不住发出赞叹声 建湖山春节假期推出优惠 十二岁以下小朋友免费 因此家庭课相较同期成长了三成 台中后里的丽宝乐园同样热闹滚滚 嘉年华游行活动超级吸睛 还有香港的游客也慕名而来 因为这个乐园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设施 所以就想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 我们预估总人次会有二十万人进到乐园度假区内 另外在苗栗三亿西湖度假村也很有看头 园区内超拟针的恐龙和游客合照 让小朋友是又爱又怕 今年是龙年恐龙也来沾浮器 渡假村趁着龙年定制了十几种不同的拟针恐龙 大人小朋友走进恐龙世界拍照拍不停 记者中部总和报道